今天的話我們來第四次上課 這個上個禮拜我們大概重點回顧一下 大概上個禮拜的重點應該就是在利用這個函數叫TEST函數 然後我們因為用TEST函數可以做什麼呢 可以把那個年次的部分抓出來 因為你看到的跟你實際上抓到不一樣 有沒有 你那個民國看到好像以為那個 但實際上你一用Labs函數一抓H1不對 那怎麼辦呢 原來是他有格式在做慣 所以社會裡面很容易 因為你看到的那個資料是以為是這樣 但實際上是格式的關係 這格式是表面的 你以為是這樣 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 所以表面上跟實際上的不同 就跟你以為他對你笑 你以為他是好心嗎 不一定嘛 所以有時候表面上對不對 OK 禮貌性的 但實際上內心他也許不一定 但這個只是一個比喻 OK 然後我們得到年次之後 有這個欄位你才有辦法做這個樞紐分析 OK 如果沒有這個欄位 那當然你就不能做這個這件事 所以其實特別是樞紐分析表 一定要記得 你如果沒有那個欄位你就沒辦法做那個統計 那樞紐分析表是一個非常好用又簡單的 一個統計分析的工具 我覺得非常好用 因為你一拖一拉 什麼事都沒做 結果就出來了 有沒有一個報表就可以幫你完成 哇 他真太棒了 那如果你假設要用 用Python來寫的話 你可能要先學會好多東西 像那個Pandas 它裡面有一個套件 那個全部都要用程式來寫 那結果做的是一樣的事情 可是Excel是比較友善 因為它直接就可以用圖形化的方式 然後另外的話 還有錄製錄齊 有沒有 那錄製錄齊 倒也不困難啦 不過可能還是要注意一些細節 有沒有 那些細節我前面講 你要彩排 而且彩排最好是你把它用步驟 一二三 其實好像我們有三個步驟嘛 一二三 然後你先做完之後你就一二三 然後上面的公式不要刪掉 因為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刪掉 可以 但你要重打 重打又是一個很大的功 因為那一串公式 如果你假設刪掉 你要自己重打 所以我建議 那個錄製的時候公式可以不要刪 反正你就是記得就是 上面打勾啦 打勾就是把公式錄下來 然後就向下填滿 反正就做了兩個按鈕 做了兩個去期 所以也產生兩個按鈕 一個聚集對應一個按鈕 OK 應該有印象吧 那最後記得還要存檔 一定要啟用聚集的活躍簿 OK 如果你沒有啟用 應該是 啟是不是啟動 應該是打錯了 應該是開啟的啟才對 這個我自肯打錯了 啟用聚集的活躍簿 才會是正確 因為如果你假設沒有存錯 或存對檔案類型的話 那很抱歉喔 像之前有同學存到那個活躍簿 就是沒有啟用聚集的這個選項喔 那結果會怎麼樣呢 就是裡面的聚集 VBA的程式就會消失了 而且也救不回來喔 所以這點很注意 如果你裡面有放了聚集或VBA的話 那這點一定要特別特別小心 OK 好啦 反正使用這個工具 我的心得啦 不要做錯 這還蠻好用的 有時候我上課很順 但有時候的話就是 讓各位練習的時候發現 好像每個人都出處都有一些小問題 那小問題其實就是因為 有一些地方你可能沒有注意 你記得啦 以後反正只要那個小地方 不要發生錯誤 那理論上應該我覺得這還蠻好用 就像剛剛提到那個樞紐分析表喔 記得喔 一定要有那個欄位才有辦法 另外還有就是說那個 你選的時候也不要選錯範圍 好像之前有同學選到空白 選多選也不行啦 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資料沒有欄位名稱也不行 反正資料要先給一個正規的 你不要給他亂七八糟的資料 那他就不會發生錯誤 那錄日聚集也是一樣 反正就按照步驟 所以其實喔 你會發現這東西其實滿機械化的 所以你要想像你自己是個機器人 你可能就會做得很好 你不要把自己當成人 有沒有很多情緒 很多想像 不用啦 你就是照著做 反而更安全 OK 好啦 那接下來的話 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要開始 自己寫 聚集 其實聚集背後就VBA 實際上就是自己寫VBA 那也就是說 上禮拜我們雖然 能夠讓他 自動去執行 那背後有一些程式寫出來 但我們有加註解嗎 有沒有 那個註解 下面那個程式 實際上是 就是一次有幫你寫出來的 不過喔 你總不能永遠都他幫你寫嘛 今天的話就是你要開始 懂得要自己寫 OK 所以上個禮拜有點像自動模式吧 OK 那今天的話有點像手動模式 有沒有 就像開車一樣 開自排開 你手排也要開一下 哪一天車子 只有手排你不會開 OK 那我發現好像現在路上 你要開到手排的汽車 也是蠻困難的啦 OK 現在 自排已經標 未來可能都自動駕駛了 所以那以後更簡單 所以啦可想而知 以後的程式開發環境 也是同樣的趨勢 以後的寫程式 未來是甚至程式都不用寫 有一個名稱叫No Core No 沒有Core 程式 以後就不用寫 那你說老師 那程式怎麼產生的 那意思是像路日聚集也可以產生 或者是說 以後的程式 他就不用寫 但是他會用積木式的 有沒有 用拼 拼拼湊湊的 那現在已經有那種拼湊 圖形化的那個程式開發環境 可是啦 其實他基礎上也是程式啦 所以你 如果有那方面的素養 你再去學另外一個No Core的環境 你會好輕鬆 但如果你沒有 你還是要重新學習 這個概念可能 也要稍微了解一下 另外我們相關的東西 一樣在雲端白板上面 今天的話 一樣是這個單元的 第一個 我們之前做的事情 其實理論上 都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在上面 那你自己參考一下 像那個畫的圖 有沒有 輸入分析表 輸入分析圖 那今天的話 我們延續就是 這個路日聚集的相關步驟啦 那 如果你要看那個完整的影片 最新的上個禮拜我都會放在Moodle 那如果你要看去年或前年的 你可以在教學論壇裡面 自行加入就可以啦 這個當然不強迫 不過你可以量力而為 如果你假設你程度 比較沒有那麼好的同學 那當然我建議你還是要多花時間 好那今天的話 接下來我們繼續來看 要自己寫 自己寫的話 該怎麼做 所以我一樣 把上個星期的那個程式打開來 那打開來 首先第一個 一定要特別特別注意 請各位一定要注意看到 上面有一個警告訊息 有沒有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 因為我們的檔案是 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但是這個聚集 其實就是所謂的程式啦 那這個程式其實是有危險 因為有危險性的 因為呢 當然正常狀況是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說有心的人 把那個病毒寫在什麼呢 這個程式VBA裡面 你打開不就全部中毒了 那很危險 而且之前曾經發生過 所以他為了說避免這個問題 他會先警告你 你這個檔案你確定是OK的嗎 如果你是OK的話 你再按啟用聚集 啟用內容 但如果你不OK 你這個不要按 他這個程式就不會work 那表示安全的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 因為常常有同學是說 你現在聚集已經停用了 而且好像有同學按鈕 奇怪怎麼不work 因為你沒按這個 不允許啦 所以這個按鈕按下去 也不會執行喔 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你說老師 我已經忘了按 那我現在沒有反應怎麼辦 沒關係 你把檔案先關掉 重新開 重新開他又重新警告 那你記得要按啟用就對了 或者說如果 你說老師 那我以後反正我寫的應該沒問題 而且現在也沒什麼所謂的 去疾病毒 以前有 現在好像沒有 那我覺得OK 那我可以 以後就不要管這個 也可以啦 只是說你可能要做個設定 那個設定的話 是在其他命 一樣把開發人員先叫出來 制定功能區裡面的開發人員 然後開發人員裡面的話 這邊就有一個什麼 路子聚集的下方的下方 有一個叫聚集安全性 他這個地方的話 他預設好像是這個停用 預設是停用 也就是他會 但是他會事先通知 各位看到剛剛有一個 有沒有 要你按下去 那個就是他的通知 那也就是說 他預設是停用的 可是你說老師 那我以後想要 不要出現那個 啟用聚集的 然後反正我都不用去管了 你就可以開這個啦 啟用聚集就好 啟用 如果你選這個啦 以後再也沒那個什麼 聚集安全性的問題 那問題是危險啦 OK 我當然不建議啦 你就用預設 大家知道這個設定就OK了 那當然了 你如果覺得很煩 每次一打開就沒有辦法run 你就用這個啦 但這個其實是有危險性的 先跟各位說一下 好 那接下來的話 因為這個好像滿常同學遇到的 所以順便講一下 那今天的進度 就是把上個星期的這個 上個星期這個應該可以run 按下去清楚 串接這個應該沒問題 OK 但如果你按下去啦 跳出那個警告說 你現在沒辦法執行聚集 那就是剛剛我講的一個問題 你可能關掉重開 要啟用內容 這樣就OK了 好 那今天的進度 就是要在這個工作表 再複製一個 然後把原來瓜葫 改成VBA 也就是這個複製一個 OK 待會 然後呢 我們要再增加三個按鈕 所以今天的進度就是三個按鈕 那我先演示一下給各位看 那這三個按鈕的話呢 跟上個星期不一樣 上個星期是我們錄製的 那這個星期是要自己來寫了 所以今天是真正的 有沒有 有沒有 接觸到VBA的 然後是自己寫喔 並不是用錄製的 那我會跟各位講說 如果以後你要自己寫 一個VBA的程式 他基本上要怎麼操作 然後步驟你只要注意啦 反正不用記太多 我會跟你講說 你記 你需要記的 那你說老師 還有很多 我好像都不懂 沒關係 其他不知道沒關係 因為喔 這個環境裡面 你要知道的東西 太多了 但是你不需要急著知道 因為你知道那麼多沒有用 因為你暫時用不到 所以呢 我會先跟各位講 你需要知道的 你暫時不需要知道 我先不要跟你講 不然你記那麼多 你還會容易混淆一點 你記不起來 反而是礙事 好 那所以第一個 那我先DEMO給各位看喔 就是這三個按鈕 其實背後就三支SAP程式 你們還記得吧 我們上個禮拜的這個 這個 這個程式喔 它背後是 這個叫串接嘛 所以你串接按下去編輯 它會跳出那個程式 跳到這裡 那你這邊可以把它放大 就這兩個嘛 一個是串接嘛 一個是清除 那姿態小怎麼辦 工具 選項 撰寫風格 大概把它放到12號次好了 因為我看這個有點 然後如果把它移到旁邊來的話 這個把它縮小一下 我的習慣是把VBA環境稍微縮小 讓它浮動在上面 這樣看會比較清楚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相應關係 就是說 這個喔 它的相對應關係的話 第一個喔 它這個VBA的部分喔 它一定是 就是 放在 聚集啦 一定是放在這個模組裡面的 一個SUB 名稱叫做 串接嘛 然後這個串接 對應到的就是這個 這個按鈕 所以當這個按鈕按下去的時候 就會 執行這一段程式嘛 那它一定會有一個SUB 一個名稱 一個小瓜糊吧 然後結束的部分就是 End Sub 那同樣的清除有沒有 這個清除喔 它對應到的其實也是這個按鈕 有沒有 那一樣有一個SUB 有一個End Sub OK 所以喔 跟各位講喔 以後如果你要寫VBA程式啦 基本的概念 寫在哪裡 第一個 請各位注意 一定要寫在模組裡面 OK 這第一件事喔 請問VBA寫哪裡 寫模組裡就對了 第二個的話呢 這個 VBA程式的話呢 它的開頭一定是SUB 然後有一個名稱 所以 將來的話呢 你如果要起一個VBA程式的話 那開頭請記得一定要SUB 然後呢 後面就是它的名稱 小瓜糊 然後 把程式寫在中間 OK 這樣就完成 大概基本的架構有沒有 所以 我們同樣的啦 那只是說因為 上個禮拜這個動作是 Excel用你的滑鼠鍵盤的位置 幫你寫出來的 但今天不是喔 今天是我們要自己寫喔 OK 那至於喔 你要怎麼學習啦 我是覺得你剛開始不太會沒關係 不會用錄的嘛 那會的就是自己寫 那以後呢 當然你會 會的越來越多 你就可以寫的都越來越多 你就越來越少錄字 但還是有很多不會啊 不會怎麼辦 沒關係錄字 OK 所以這兩者 我覺得是相輔相成的 OK 那增加經驗值啊 現在你們也覺得還是 算是右右斑 最低階 沒關係慢慢再增加好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今天就要開始寫喔 那寫哪些東西喔 首先的話呢 我們待會 大概就這樣 這三個按鈕 那這三個按鈕怎麼做呢 第一個也是一樣清楚 但這個是自己寫的喔 第二個是手機底線公式 這個清除 這個也是輸出 你說老師兩個不一樣嗎 主要差異在這裡 游標我把它放在這裡喔 那你們看一下喔 如果手機底線公式喔 你會發現喔 它輸出的結果是什麼呢 你會發現上面 這個資料編輯列裡面 喔 所以喔 手機底線公式喔 實際上運作的那個 這個邏輯是這樣 就是把之前你寫好的公式 直接丟到儲存隔離 然後呢 把它從 這個第二列一直把它延伸到底下去 然後呢 底下這一個 手機是什麼呢 你會發現 游標放這裡 得到的結果是什麼 它跟那個手機底線公式喔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呢 喔 原來上面這個是輸出公式 那這個的話 是輸出 最後的結果 雖然喔 欸 如果你不仔細看的話 其實啊 你游標如果不放這裡啦 所以你怎麼看 你這樣看 看得出來嗎 看不出來吧 有什麼差別 沒差別啊 除非你把游標放這裡 才會看得到 看得到差別 那你說老師那 那 以後我要用哪一個比較好 跟各位講啦 哪一個都好啦 你做得出來就是好 那 有什麼差別 其實最大的差別是這樣喔 如果你將來公式很冗長 如果你每一個都用輸出公式到儲存格的話 那會有個問題 存檔的時候檔案會變很大很大 為什麼 因為你公式太長了嘛 那如果你假設輸出的是公式 存起來就這麼短 有沒有 那兩相比較的話 欸 那輸出公式喔 就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檔案會變很龐大 所以你如果為了說你要讓那個 執行的效率相對也比較快 就是如果你用這個方式的話 你如果不希望你檔案變很大的話 欸 其實你可以用什麼 用下面這個方法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要逐一來看 要怎麼寫這三個按鈕程式 那首先一樣喔 請各位先把那個 上個禮拜喔 我先把這個先刪掉好了 讓這個先恢復 假設你們完全沒有好了 我把這個刪掉一下 如果說我要從頭開始 第一步 請你把這個 複製一個過來好了 複製一樣喔 拖拉左鍵 就是左鍵按住不要放 向右拖拉 然後按下Ctrl鍵之後 再把左鍵放開 OK 然後把這個名稱點兩下 把工作表名稱改成VBA OK 欸 這怎麼跳 OK 然後把這個VBA輸入 Enter一下 好 第一步 所以呢我們已經有一個一樣的喔 有沒有 把上個星期這個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說呢 我今天要開始寫一個程式 那特別注意喔 我們不是用錄的啦 欸 寫的方式是這樣喔 首先第一個啦 你其實可以把這裡面的東西清掉都沒關係 所以你按清楚也沒關係 把它清掉好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要開始自己開始寫喔 那怎麼開始 第一步一定要先把開發文件叫出來 第二步的話請你切到VBA 那如果你要寫喔 欸 特別注意喔 我們剛剛是 在那個什麼呢 欸 假設你錄製聚集的話應該是ModuleE啦 那你說老師那我可以寫哪裡 大概幾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你可以再寫到下面 也就是說呢喔 它上面已經有Sub串接嘛 然後Sub清楚 那你可以寫到它的下方 繼續寫 它可以寫非常非常多個Sub 一直寫下去 這是第一個選項 那可是你說老師那我不想把它跟聚集混在一起 那我可以另外寫也可以 那怎麼另外寫 這邊有個模組對不對 我先把它閃 因為我這個是已經寫好 我先把它移掉 按右鍵我可以移除掉 那你說老師那如果我要分開寫也可以 你可以按右鍵 插入這邊有個模組 也就是說你可以另外再產生一個模組 有沒有 插入模組之後你可以看到喔 我剛剛只有ModuleE對不對 那我就產生Module2 我可以把它寫在Module2裡面 那我建議啦 你先用第二個方法把它分開好了 不要放一起 不然的話容易混淆 好 那你說老師那如果我要改這個名稱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啦 下面不是有個Name 這個有個Name 假設你要把這個Module改成 比如說可能你們差太多個了 你要改名稱的話下面這個Name 你可以改比如ModuleVBA 好有沒有 然後Enter 那你會發現喔 這上面的Module 這個模組的名稱 就被更改了 有沒有 如果你說老師我ModuleE要改成叫Module聚集 也可以啊 你點一下ModuleE 然後把這個名稱把它改成叫Module聚集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分別放不一樣性質的這個程式了 OK 聚集 Enter 有沒有 你會發現 不過它順序剛好都顛倒了 因為它是按照筆畫排序 所以你會VBA反而放在上面 那未來你說老師那我想要開剛剛的那個聚集程式怎麼辦 很簡單點兩下不就開了 那你說老師我想要把它關掉怎麼關 這邊不是有個XX可以把它關掉 如果你說老師那我要寫VBA程式怎麼寫 再把它打開不就好了 有沒有 有沒有如果你把它關閉的話 就直接從這邊再打開 那就OK了 其他地方先不要動 你說 不過有些同學可能看到XX就很熟悉癢 然後就把它這樣關掉 然後看到這個屬性也把它關掉了 然後這個也把它關掉了 然後就變這樣 OK 然後你說怎麼辦 完蛋了 然後你說關掉重開看看 會不會又恢復了 它會自動reset呢 還是不會 有同學就這樣關完之後就 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OK 就動一個想法說 那我是把它一次有重關就好 不用啦 其實以後如果你不小心關掉怎麼打開 很簡單 檢視 那記得喔 剛剛的在 這個區塊這個 這個區塊叫專案總管 這個區塊叫什麼 叫屬性視窗 那這個區塊的話呢 就是程式 應該叫 叫程式碼 叫程式碼 對 OK 那我要怎麼開 其實喔 最重要應該是那個 那個叫專案總管 所以你可以把專案總管打開 OK 點一下 也就出來了 然後底下那個東西 它叫做屬性視窗 屬性視窗 那屬性視窗叫出來有點太大 你可以把它往下拉 這邊有 它其實有一個視窗 這可以拉的 OK 可以把它往下拉 那你說那老師這邊怎麼辦 其實你就直接打開 Module VBA 它又打開了 大概是這樣就好了 所以你慢慢熟悉一下 那環境習慣之後 以後就照這樣操作 也就是說以後如果你要寫VBA 第一件事情 反正不管 E1CNV就被打開 然後先確定你有沒有模組 如果沒有模組 請你按右鍵 先插入一個空白模組 開始寫程式 OK 就好了 那至於其他的 待會我們再來看 你說老師 那我如果要寫三個按鈕 這三個程式 所以待會就要寫三個SUB 是要自己寫的 可是 要自己寫 那可是我要怎麼寫 從哪邊開始 那另外的話我要怎麼樣把那個公式 幫我輸出到指定的儲存格裡面 那待會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先操作一下吧 反正先建立一個這個Module 你如果叫Module V也可以啦 不一定要改名稱 改的話在下面 OK 試一下